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家具倒塌而被压伤 所以民众应该怎么办呢 提醒您记得先遵循趴下掩护稳住的口诀 就地避难降低伤害 当地震发生 先关瓦斯 关电源以及开大门 已经是错误观念 台湾位属地震带上 随时都会面临地震所带来的威胁 而会造成死伤主要有三大原因 第一个是物品的掉落 第二个是东西的位移 第三个就是你在移动的过程摔倒 我们如果去开大门 关电源跟关瓦斯 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你在移动的过程难免会被东西砸到头部 或者是被移动的家具撞倒 或者是在移动过程中不慎摔倒 这些都是会让你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受伤的主因 因此平时就应该把家具固定好 新北市消防局有一套地震模型屋 可以让民众了解如何固定书架上的书本 以及大型家具等 而这些防震固定小屋 其实市面上就有贩售 但民众却很少注意 面对突如其来的地震 除了平时做好预防工作 也要有正确的避难方式 第一个就是我们平常就是要正确的观念 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 就是地震发生的时候 必须要快速的采取趴下掩护稳住 才就地避难的动作 我们还会要一个紧急避难包的概念 紧急避难包就是在地震发生后 假设这个房子 你所在的房子已经不堪居住 已经墙壁出现裂痕 那你必须要到外面去 房载中心或者是房载公园 去做避难的时候 你可以携带紧急避难包出去 那里面就要准备一些 平常的名称用品 水食物等等 将大型家具固定好 当地震发生时 遵循趴下掩护稳住的方式应变 才能降低伤害 每年12月到隔年的2月 是一氧化碳中毒的高峰期 苗栗的大千医院 日前接获了一起 搬新家之后 居然是在家昏倒四次的个案 经过诊断之后 发现是一氧化碳中毒 天气越来越冷 也呼吁民众要提高警觉 尤其是使用这热水器 务必要保持空气流通 洗澡时如果有头晕 想吐四肢无力等症状 要提高警觉 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 大千医院副院长蔡健中指出 11月底 急诊接获的个案 今年2月搬新家之后 在家昏倒三次 期间到各大医院检查 都没有疫状 第四次昏倒 一事不清 经急诊医师研判 是一氧化碳中毒症状 通常如果是心脏科 或者是神经外科 比较不会去询问病人 相关的一个之前的 发生的一些状况 那这位女性病患 主要是四次昏倒之前 都是有去洗过澡 那我们知道洗澡的时候 会使用那个热水器 那尤其冬天的时候 因为天气冷 洗澡时间会比较长 那使得一氧化碳中毒的 机率会变得比较高 蔡建宗还提到 一氧化碳中毒初期症状 不易察觉 只会先感到轻微头痛和头晕 随着中毒程度提升 才会感到恶心嗜碎 严重时甚至会陷入昏迷 若能及时就医 并接受高压氧治疗 就可改善组织缺氧的问题 比如说头晕 恶心 呕吐 那要马上送到医院的急诊 那尤其是要有 高压氧设备的医院 一氧化碳中毒的标准治疗方式 就是接受高压氧治疗 让病人在一个高压氧的治疗舱里面 接受一个多小时的 纯氧气的治疗 以及加压的治疗 可以让我们脑内 一氧化碳浓度降到正常值 那这样可以避免 一氧化碳中毒 所造成的一些并发症 由于入冬后 也是公寓住宅 一氧化碳中毒的高峰期 苗栗县政府也预请 公寓大厦管委会及民众 多加防范 加重热水器 无比装设在通风处 或是安装一氧化碳警报器 以防中毒事故发生 减少垃圾量 降低焚化炉的负荷 台中市从明年开始 这生的厨余 将要全面的强制回收 包含了像是果皮 蔬菜水果的残渣 还有咖啡渣等等 都要做好分类 初期都是会以劝导为主 但之后呢 委者最高可以罚6000元 社区大楼外一红一绿的桶子 把生熟厨余分开放置 台中市两年前开始推动 生厨余回收 垃圾明显减少 明年开始加强管理 改为强制回收 其实很多的资源物质 它是被戳放的 那生厨余如果回收的话 那我们可以减少 缝化炉的一个垃圾量 来延长我们缝化炉的寿命 那相对的这些生厨余 也可以用来堆肥 或者是送到我们外埔绿人 堆肥厂来做所谓的燕氧发酵 产生绿电 那对环境是一个永续发展的一个正面的一个情势 疫情期间民众改以外带居多 垃圾量暴增 粉化炉的量能跟着吃紧 生厨余强制回收将能降低粉化炉的负荷 生厨余包含了果皮 水果残渣 未经烹饪的蔬菜残渣 以及冲泡过的茶叶咖啡渣等 但不包含海鲜壳还有水果壳 目前每天可以回收大约120公顿 明年强制回收后回收量可以达200公顿 还能送往外埔绿能神态远区发电 虽然处理上多了一道程序 但民众大多乐见其成 好啊 强制回收好啊 这样才不会乱掉啊 才有熟跟生的分别这样子 环境比较好 卫生也比较好 生的还可以废物利用啊 分好啊 其他的租啊什么可以吃 真的很好啊 算出于明年开始强制回收 若是没有确实分类出其以劝岛为主 为这将罚1200元以上到6000元以下的罚还 苏有苗栗县南横公路支撑的140线道 这远离路段呢 因为临近台中大甲又施工业区车流量大 地方争取拓宽多年 终于有了最新进度 针对衔接苗47支一线到国道3号的路口 大约2.6公里呢将会进行拓宽 最快在今年内就可以完成可行性的研究 已经势必开上下班假日时段 来往的车辆还是不间断 大货车卡车又特别多 140线到池苗栗县的南横公路 尤其苑里路段更是承载来自于南北各区的车流量 尤其这里邻近台中大甲又施工业区 自然车多开的也又快又急 我们苑里正在140线下来 这交流道到苑里这个路段里面 大概现在木宽的路 木船的路幅大概只有15公尺 因为常常又这边再连接到我们幼市工业区 还有整个交流道上下车流道 车流量非常大 上下班时间都挤的非常挤的 要过一个红绿车大概都要十来分钟 临近工业区交流道 部分车道至今还维持单线双向 尖锋时段经常照着回渡 特别是越南路桥到越里交流道这一段 透过立委陈超敏协助证据之下 规划拓宽 感谢我们陈委员 这边争取了大概375万的评估费用 现在已经在进入其中报告里面 如果再一次的会议大概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这就做一个总结以后可以在 拜托我们县政府这边 还是送整个计划到交流部这边 排列预算来争取经费做一个改善的工作 拓宽路段从越南路桥 描示7至1线路口到国道3号闸道旁 也就是140线道2.87到5.47公里处 全长共2.6公里 工程规划目前已经进入可行性研究阶段 已经获得公路总局纳路生活圈 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的补助案 希望能够在明年内动工实作 来看到新北市中和圆通路的巷弄内 有两块国产署的用地 过去是长期遭到民众围停汽车 而最近居然是演变成了占有者还互告 因此国产署在四周是围起了铁制的围离 而里长是透过市议员协助 希望能够把空地化成了机车的停车阁 就在巷弄住宅两边却有两处突兀的铁制围离 中和圆通路158巷八弄 一边是计划道路 一边是住宅用地 两边都属于国有财产署所有 但长期遭民众违法占用停汽车 最后还演变成占有者互告的情形 国产署才会派公围起围离 我听说最近他们有的复告 没有停到的人复告 财产局才想说来围起来 我知道了 我想说跟公所 请公所帮国产局看 有没有那个武厂来借用 我们跟他保管 清洁方面也是多是 我们理办公室来处理 来画那个机车阁 因为机车阁现在很需要 我们要把退缩一点 再画机车阁 道路也比较顺畅 由于两块地临近道路 突兀的围起围离 对于居民而言相当不方便 里长希望至少变成机车停车阁 加回更多居民 在市议员邮辉荣的协助下 邀请国产署去公所与地震局 等相关局处前来办理会堪 机车大家停停车的人也多嘛 所以这样子做的话 我相信应该会 会是一个很理想的做法 然后只是看我们公所后续的 那个行政速度 如果他们够快的话 我相信可能今年底以前 可以整个处理掉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要我们再督促 因为我们希望说 这样子对我们地方上的发展 才会有帮助 里长争取公有地化设机车阁 加回更多里民 让国有地有更适合 周边生活的使用方式 报道真相 最深入在地 站在新闻最前线 追踪探考 你我的大小是 TNews一网打尽 新北 桃园 新竹 苗栗 海中 高雄 专业 温暖 在地都在TNews连播网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台铁最新的列车EMU3000 首发上路之前 开放了媒体来抢先试诚 而俗称是新自强号的最新车厢 全白色简约涂装 尤其车头是充满未来感 吸引了不少铁道迷来捕捉身影 而未来营运之后 还会提供商务舱的服务 不仅有知名品牌的餐点 还要借此重振旅客 对于台铁的信心 新型列车缓缓入站 站在月台上 可以说几乎听不到它的声音 除了安静舒适之外 新款的自强号内装 重新经过设计 运量还比过去提升大约四成 最主要在运量上 它比我们现有的自强号 要增加近四成 所以旅客的运量可以提升 那在我们美捷车厢的一个通道 也比较宽敞 那同时我们也设有 多功能的友善车厢 以及商务舱车厢 原则上我们是有专责的服务员 而且我们有这一个品牌的一个餐点 还有饮料来提供给旅客使用 那同时我们在手机充电的部分 旅客也可以来使用 那在通讯的部分 我们也要提供Wi-Fi 您好 欢迎搭乘 除了车身之外 另外一个亮点 就是随车有专责服务员 委托华航训练在商务舱内将会提供品牌餐点 主打精致旅游服务 总计13列的新自强号将会在明年6月全数到位 台姐自强号会在12月29日 开始投入东部干线的营运 那初期会有6个班次来做一个提示 我们预计在后续的编组进来以后 我们在春节会以加班车的方式来提供输运 台铁宣布今年农历春节这辆EMU3000最新款的车型 将会投入返乡输运的行列 届时势必成为旅客的焦点 台中市乌日区这西南地区的人口大约有15000人 但是长年以来是只有一条公车的路线 要到亚大医院或者是要搭乘高铁都很不方便 市议员陈世凯还有林德宇联手争取了245路的公车 沿途会停靠医院还有车站等等的站点 预计12月底上路满足地方的交通需求 坐上245路公车要到亚大医院或是高铁都更加便利 但在以往台中市乌日区西南地区的民众 只有281路公车可以搭乘 加上班次不够密集 就一通勤都是一大问题 民众想搭公车至少要等上40分钟到一个小时 而且路线从乌丰龙宫到甘城站不会抵达亚大医院 零星医院就连往高铁方向的班次也只有两班 民众只能靠计程车接送或是转车相当不便 乌日西南地区的人口已经来到15000人 现有的路线没办法满足搭乘需求 市议员陈世凯林德宇争取245路公车 请进亚大医院新乌日车站 零星医院乌日区公所等站点 让民众往返更加便利 未来不论你是要到零星医院或者雅大医院 要去就诊就医 或者是说你希望到公所 区公所去办公务 或者是你要到高铁站 做这个转程的动作 其实都会相当的方便 针对这个路线过去筹备许久 那这个路线上面目前已经进到了筹备期 所以现在预计在12月23 年底前应该是可以上路营运 245路公车预计在12月底上路 每日班次达60班 让乌日雾峰的居民 不论就医同学通勤都能够更加方便 入夜无照明 这视线就像盖上了一层黑布 来看到就是台中市神刚区提南路 这里是丰州工业区主要的出入道 但是路旁是连一盏路灯都没有 夜晚车辆行驶只能靠大灯来照明 那么骑机车更是形象还生 事业员中永宏就争取装设了17盏的路灯 漆黑的道路身手不见无止 走在路上就连看远方的来车都相当困难 台中市神刚区提南路已没有照明 视线不佳造成用路安全疑虑 这个提南路是我们每天我们七周旅巡逻的重点 让这个路段非常的暗 也是非常危险 因为有时候有一些骑摩托车的 单独的驾驶人走这个路段会非常的害怕 因为没有灯 他说走下去是不是没有路这样子 开车骑摩托车也很危险 这旁边有水沟啊 还有这个交叉路口 没有注意看的话常常发生车祸 提南路是衔接风源和后里的交通要道 丰州工业园区和周边厂商也仰赖此路 载运原料及产品 常常有大型车辆通行 但在一年前因花博停车场失作 将路灯整排拆除 造成现在一到夜晚 视野就像被盖了一块黑布 车辆行驶只能靠大灯照明 严重影响视线 加上一旁就是水沟 其实要闪避对象来车 以不注意就很有可能掉进去 显向还生 市议员周永红日前也利用晚上 前往摩黑会堪 感受危机四伏的暗黑路况 因此争取20万装设17盏路灯 那长期以来都没有路灯 所以晚上这一整条都是黑的 其实坦白讲真的非常的危险 而且这边车真的很多 包括砂石车 然后我们这边居民出入的道路 都走堤南路只有装一半 后来就说全条都要装 我会赶快来协调 请他们赶快把灯来 装了就要亮 不然就没有意义 路灯日前已装设完成 但仍有部分路段尚未亮起 养护工程处也回应 因附近路数干扰电线 有提报台电供电处理 会尽快还给民众一条明亮安全的路 什么样原因让每个月都会发生一起车祸呢 来看这是新竹县竹东镇 长春路三段与自强路的路口 车祸平传 原来是捷径道路 巷道车流量大 再加上车速又过快 一出路口就容易撞上 而现在就要划设限速的标线 还有停止线来改善 路面上写着慢字 大大交通标志 要提醒巷子出来的汽机车减速 因为竹东镇长春路三段与自强路交汇路口 车祸频频发生 我们这里自强路跟长春路272巷这里 这个272巷因为连接着上面的五峰里 还有中校里上面一个很大的社区 如果那边的住户 要前往我们的68快速路的方向 这边是条直接切过来的捷径 虽然这边巷子很小 造成这边巷子小 但是车流量很多 所以这边出来的车子 不时一些有点小车祸 但是这几年陆陆续续 不管在这个反光镜 还是周边两边的红线 一直慢慢的侦射 有慢慢稍微的降低 车祸发生的几率 平均一个月就会发生一起车祸 临近自强国中 上月底才发生 女骑士被撞死意外 原来巷子连接长春与自强路 更是通往北新路民众上68快速道路的 接近路线 车流量大加上骑士出巷口车速快 以不注意坐被撞飞 虽然多年前已在巷口划设红线径停 并增加反射径 但肇事率仍居高不下 今天县佛与公所再次会刊 规划要在巷口划设停止线 因为上个礼拜又发生了重大车祸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里民 能够在这个路口 不管是车辆要出来的时候 务必先停下来 看一下左右来车 还有看一下反射镜 然后确认安全没问题的时候 再赶快再通过 主要是希望说能让他们两边视线 除了反射镜以外 他们左右看车子的时候 视线没有到妨碍 甚至做一些警示标语 让他们停下来 停了再行这样子 降低车祸 现在警方要加强取缔红线停车 地面慢字要改成停字 并增加限速标线 未来也要争取划斑马线 让长辈学童过马路都更安全 桃园市劳动局与桃园市各工会 协力推出了 祝你安心 弱势修缮住屋计划 由市会举来转介个案 再交由各工会整合资源 帮助弱势家庭进行居家环境的修缮 让他们能够住得舒适又安心 桃园市劳动局与桃园市各工会 合力推出祝你安心 住屋修缮补助计划 帮助弱势家庭 整修居家环境 让他们能够住得更安心 修缮对象由社会局提供弱势名单 经劳动局审核评估后 交由工会负责修缮 这项修缮计划将资源整合 发挥最大效益 社会局在访市的过程中 会知道一些弱势的民众需要协助 然后我们知道他们需求之后 那由工会来出人力 我们出钱协助这些弱势劳工 来修缮他的住宅 修缮对象大多属于高龄 独居长辈或者经济弱势的家庭 因生活拮据无力整修 环境十分不堪 在各工会进驻后各司其职将屋子进行大翻修 包括厕所 厨房 客厅家具太旧换新 墙面与地板重新粉刷并铺设瓷砖 整个环境焕然一新 浴室的地板的维修是一个很大宗的项目 天花板会有一些漏水的状况 那这个抓漏的工程 我们在这几个个案里面也有在做 唐人士劳动局结合慈善工会 一点一滴传递爱的能量 也邀请更多工会加入修缮行列 透过不同的专业 共同为弱势打造一个温馨又舒适的家 自然循环 生生不息 爬台中的大坑竟然是遭到了毒蛇咬伤 爬台中的大坑竟然是遭到了毒蛇咬伤 周先生月初清晨在九号步道被蛇咬 毒发倒地之后被送下山来就医 但因为毒性强再加上移动导致了扩散 情况非常严重 历经了五次的轻创才保住了左腿 而医师也说这从医十几年是首见 研判是被台湾种的眼镜蛇咬到 疫情为解封 民众重拾登山习惯 却没想到日前凌晨四点多 六十四岁周先生爬台中大坑步道 竟遭毒蛇咬伤情况严重 连医师都说从医十多年没见过 他就是突然被蛇咬 然后被由山友把他叫救护车送往医院 一个人只是去运动而已 然后没想到说现在差点连命都没有了 那现在因为伤口太大 然后肉也都挖掉了 是真的很严重的 陆续总共清了五次 才把这个蛇毒的毒液里面的 这些毒素都清干净 我们第六次手足进去已经开始帮他做重建 做补皮的动作 被蛇咬扩散了这么快 然后受伤了这么严重 这个大概是我们这十几年来最严重的case 周先生独自登山 在前往九号步道路途中 疑似天色昏暗 雾彩毒蛇遭咬伤左脚踝 赶紧走往十号步道 后来毒性发作倒地 路人发现赶紧送下山 到中国复医救治 毒性扩子以脚背大腿 小腿轻创见骨 经历五次轻创 一次补皮手术 保住左腿免截肢 意识评断高级率属台湾肿眼镜蛇 这个血液里面的舌肚浓度 验出来也是相当的高 这个病人局部伤得很厉害 但是没有明显的神经症状 所以应该还是 台湾的眼镜蛇的可能性最大 医药费用庞大 不堪负荷 家属求用外界 索性有善心人士 透过明代急难救助 明代也呼吁民众 登山要小心野外毒蛇 官吕局则将请专家评估蛇类防治 因应对策 主动来捐书 得到很大的关怀 呼吁我们的民众 注意自身安全 要去抓蛇 你可能看一下蛇的外观 记一下 当然你如果有手机 可以拿得出来 可以照相 就是照一下相 那到时候一起送到医院去 一起带到医院去 不要自己跑 或者是自己说动得很厉害 去说要去救医 除了雨伞节 台湾大多毒蛇咬伤影响局部 夺命案例罕见 患于预毒蛇咬伤 已是建议当下别抓蛇 记下特征或拍照 勿移动身体以免扩散加剧 并赶紧打电话求援送医处理 爬楼梯还有躺下睡觉都传个不停 高龄70岁的阿北罹患心脏衰竭 生活作息都被打乱 就赶忙到了医院来求诊 医师利用体外反驳治疗 配合心跳挤压下肢肉 增加血流量 成功改善心肌代谢 也扩大微血管的网络 让患者可以免于气喘之苦 躺在诊疗床上穿戴蓝色仪器 进行体外反驳治疗 靠着机械作用提高主动脉疏张压 减低主动脉的收缩压 舒缓高龄70岁患者 血压冠状动脉 心脏衰竭带来的不适 他说因为我们的脚 整个都是积水肿起来 在这个地点也肿起来 后来就再来住院 在住院的时候 就帮我说有一个新的设备 他说蛮贵的 然后叫我试看看 我看那时候他们说 没有办法就试看看 结果我们这个状况越打越好 患有高血压和心脏衰竭病史 导致下肢水肿呼吸困难 没有办法平躺入睡 来到医院求诊 发现情况危急 医师就利用体外反驳治疗仪器 以加压腿套配合心跳做下肢的挤压 让心脏灌脉血流量增加 改善心肌代血功能 也可以扩大微小血管 网络发展新路 尤其在堵塞动脉附近 可以增加血流 我们这个压缩的时候 对腿部的肌肉 会产生些许的这个刺激性的一个缺氧 那当我们身体的组织感受到缺氧的时候 它就会分泌一些血管生长的这个激素 血管的生长素 那这样我们的血管 就会有一些微小血管 微血管的一个生长的一个 这茁壮的一个效果 持续一年追踪心脏超音波 患者左心室射出分率 从原本的15%已经进展到49% 终于可以安稳的睡觉 彻底消除下肢水肿的情形 因应联合国决议 桃圆市在2012年公布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施刑法 并且成立了性贫办公室 打造性贫的性别平等的一个友善城市 而今年呢 因为疫情关系 改为举办CEDAW 懂了没线上展览 游客局处是以25个案例分享 推动性贫的经验 也要邀请民众一起来共学 CEDAW懂了没线上展览活动 即日起在社会局成立的网站上进行 CEDAW是消除对妇女一切歧视公约的简称 从政府机关到私人公司行号 都有需要检视的指标 性贫办公室举办线上展览 邀请各局处以多媒体简报的方式 说明单位消除妇女歧视 促进各项性别平等的做法 欢迎民众上网共学 参加投票 还有机会获得500元的超商礼券 我们有25个局处 制作了这样子一个西斗案例的一个 宣导媒材在这个网络上来展览 那我们也欢迎所有的民众 以及各机关同仁们一起来点阅 那我们这个活动呢 还有这个精美的一个礼品 有一个抽奖的活动 欢迎大家一起来了解 西斗的一个精神跟它的一个意义 为了让民众更清楚了解 消除对妇女一切歧视公约施行法的内涵 信平办公室也会以直播方式 欢迎民众到社会局的脸书 参与直播和回访的内容 我们也邀请了学者专家 跟我们市政府的高副这个市长 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语谈跟回应的一个部分 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西斗的一个精神 以及它的一个内涵的部分 也能够借着这一次直播的一个方式呢 更加的深化 更加的能够宣导西斗 对于妇女权益的一个保障的部分 消除对妇女一切歧视公约 由联合国决议主要关心妇女身心健康 工作权益的保障 与消除歧视求学求职的性别隔离等 规定各类职场不得以性别来限制妇女求职就业 也不能因为性别而在心资上有同工不同酬的现象 宣导反读除了靠警察还有教师之外呢 其实学生也能来尽一份心力 苗栗现立新华高中连续六年推陈初心 今年再拍摄反读为电影 而且由戏分成为了像是民众高中职 国小第一中高年级六个版本 要让影片的内容可以更快速的传递给观赏者 建构友善校园无独环境 苗栗现立新华高中连续六年推陈初心 由校方与春会社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反读为电影 深获苗栗现政府与陷阱局等各界肯定认同 这一届拍的是拒绝 然后这一个片主要是在讲说 就是学生因为没有钱去买毒品 然后而去跟地下钱装借钱 然后反而被淘债这样子 对 印象深刻就是会 就是我们有一个片段是 就是那个学生走在路上 然后被那个集团那个找打这样子 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也会发生 发生很多这样的事情 那你有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就是像是有些学生买毒之类的 然后还有就是有关学生 因为吸毒上瘾 然后为了要买毒 所以就是做出一些 做出一些比较不应该的事 创业教材让学生从参与影片制作过程中了解也远离独开校园 而六支反读影片透过分铃分层的方式 期望让更多不同族群与年龄层的观众 透过影片多关心 与注意身边的人与环境带来的毒品危害 每一个影片 它所要传达的就是按照不同年龄层 给不同的群组的人员 去了解到所谓的一个 反毒的一个部分 那也可以达到防治学生药物滥用的一个目的为主 所以之后也会是 会受到其他地方做选招进程 会的 因为在这个部分的话 县政府他也有指导我们 将所有的一个影片 分享给其他的一个单位 民众版高中职版 国小低中高年级版等六支反读影片 除了学生可以发挥创意巧思 将剧情融入反毒教育当中 更透过做中学的方式 在校园埋下反毒教育的种子 一有急难发生 警销第一时间就会出动 提升救灾救难的一个效率 这易销也是会同步来协助救援的 像是火警的现场部水袋护桥 还有指挥交通等等 新竹县北府消防易销黄焕松 他投入救灾救人长达25年 今年是获得了消防署凤凰奖的肯定 穿上全套消防衣和装备 投入益销行列超过25年 黄焕松曾参与各种救灾任务救人无数 今年获得内政部消防署凤凰奖最高荣誉 我们有空档的时间来帮忙这些警销来去救灾 就感觉等于说 也是等于说 因为我们的工作等于算是机动性的 就等于把 可以放在手 把手边的工作放下来 跟着消防车到去救灾 过后经过我们的朋友的介绍 那就进入益销 我们一场救灾 我们要第一时间投入 就是全部的人力 立即向灾害降至最低 所以我们会非常感谢说 黄焕内长所带领的益销 都是我们在地的客家子弟 他们热爱的这块土地 所以他们愿意牺牲奉献在北埔这个地方 自营瓦斯航今年63岁的黄焕松 对消防工作充满热忱 35岁就加入北埔益销分队 跟着警销参与过 包含登山迷途搜救 大树押赴救助勤务 车辆翻覆边坡欧卡救护 山林火警等大大小小任务 有丰富救灾经验 从基层做起 历经副小队长 小队长到现在益销分队长职务 个性认真负责 不论救灾或训练都是一马当先 25年来随时待命出勤 火场中协助火警后勤 布水袋护桥指挥交通 印象深刻的还有十多年前住宅火警 梁通命丧火窟 更让他提任生命可贵 坚定救人志向 玩打火机等所有板门反锁了 反锁在里面在玩火 玩火里面就变成说已经着火了 已经烟已经出烟了 那底下大人还不知道 所以说经过邻居 看到奇怪怎么有烟炉都跑出来了 那有人报案 那我们就赶过去 赶过去赶快救 就把火压下来 那门又是反锁的 就把他破坏掉 但是破坏掉 那两个小孩子就已经被烟呛到了 为救人为救灾黄焕松无私付出 更持续号召年轻心血加入益销 要给警销防灾救难最大助力 获得凤凰奖殊殊荣实至名归 你以为是糖果 咖啡或奶茶 可以提神 其实这些都是毒品 新兴毒品以可爱包装 混入多重毒品 让你降低戒心 小心这些 欢迎回到Tnews联播网 苗栗县竹南镇 骑顶车站旁的这观景步道 滨海方向边坡两年前 降雨冲刷土石崩塌 历经了长时间争取 总算在文官局的协助之下 完成了修复 保障了游客 还有边坡下方房屋的安全 但由于这骑顶是热门的景点 所以竹南镇公所 争取规划要来用地 设立大型车的停车 方便旅客 竹南镇骑顶车站旁观景平台 一侧可以看火车 一侧能够闪海景 最近修起安全再加分 步道的边坡復健完工 当初这个交通部公共企 争取的机会是已经做好了 结果不久就造成坍塌的问题 结果这又是有国産署的土地 那也是会了一番功夫 因为很多好像都 变成到山不管地带 那也很忙 大家推来推 那终于也得到我们 苗栗县政府文官局的来施作 两年前步道新完工 时隔不久 边海方向的边坡 就被浴室冲刷崩塌 但是考量用地 还有经费迟迟无法解决 幸好获得文官局协助740万 除了沪泊也强化排水工程 植栽草坯等 目前已经完成 由于骑顶车站 资母隧道等景点越来越热门 政工所也将密地 辟建大型车的停车场 台六十线上来这个仁爱路的左手边 那也是林务集的土地 那我们正在跟林务集 起得拨用之后 那边有一个比较大型的停车场 能够要来这个资母隧道 还是观景台这边 能够让它非常的方便 对 车子开上去 到时候它周边的这个 骑顶火车站周边的一些道路 那我们看怎样来规划 人从那边下 然后转个弯 再回来这个停车场这边 让他们要来游玩的都非常的方便 考量景点人潮 县府政工所强化设施维护 民众前来游玩 增填安全性便利性 希望对于景点的好印象 能够发挥加分的效果 台湾歌谣之父邓宇贤 曾经住过新竹县琼 在当地教书 所以年年都会举办纪念音乐会 但是邓宇贤音乐文化公园 这木栈道还有木质的平台损坏 相公所就花费了750万 拆除整件 要僻件石板步道 还有草坡阶梯舞台 让整个设施可以更加的耐用美观 解说牌破损 公告栏的照片说明也模糊不清 多年来音乐文化主题的公园 纪念着台湾歌谣之父邓宇贤 在琼林迁居任教的历史 今年向公所 争取内政部补助 要为公园的景观大大升级 由于公园内的木栈道木质平台容易损坏且难以维护 规划上以抿石子取代原有木栈道 并设计较蜿蜒的石板步道 让民众可以沿着树印乘梁散步 同时解决婴儿车等无障碍设施的不足 儿童游戏场也拆除木造平台 改以更耐用去透水性的金属扩张网及水泥板铺设 旧的表演舞台因为在坡地的高处 观众在下方抬头看表演就要辛苦 拆除木造平台后要顺着草坡设立新舞台 我们把原先的木平台全部都把它拆掉 然后恢复成原始的那个坡型 然后种草皮 然后另外在草坡的下方呢 我们新设置一个小的舞台 我们以后办活动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很自由自在的 用一个野餐店坐在草坡上 然后往那个下方的舞台去观赏那个活动 目前公园整间计划 预计在农历年前完工 明年也将在这里举办第21年的 邓宇贤纪念音乐会 到时将有不同风貌 展现地方艺文的新气象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灵魂 教育部拍板111学年度开始 本土语言将会纳入高中的必修课程 台中艺中因应疫情推动招会的电台 是以国语客语闽南语还有英语来主持 要打造语言的环境 让学生可以自然说母语 学生坐在教室内熟悉的声音传来 但这次说的不是中文 而是客家语 原来是台中一中校长因应疫情 推动招会电台结合本土语言 学生的反应还不错 虽然不见得听得懂 那但是这就是说用语言来引起 对于一个文化的一个好奇和认同 那我想这是跨出了一个好的第一步 不只是客家语 总务主任说着一口流利闽南语 报告近期工程概况宣导注意事项 台中一中招会电台以闽南语 课语国语以及英文四声代进行演说 盼让年轻学子认识本土语言 对我们来讲也是第一次的尝试 所以我们一开始也是有点忐忑 但是真正开始上场以后 我觉得突然马上就会发现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各处市主任以自身本土语言进行报告 教室学生反应热烈 也有从小与家人以课语对话的吴宏勋 加入演说与主任对谈 希望鼓励其他人勇敢说出自己的母语 让本土语文不再只是弱势文化 我是在练习进行事情的时候 会觉得很有趣 就是很多词汇 因为其实有些是跟国语不一样的讲法 或者是因为 其实我们拼音是用罗马拼音去写的 对我是觉得其实这语言是很特别的 我们办了很多场次的客家文化的手作方 包括客家蓝染 包括油脂散的彩绘 那另外接下来在下周 我们也有客家雷茶的体验工作方 因应新型课纲营造友善的母语环境 台中一中将本土语言带入生活 也推动客家周活动 让学生从中理解到传统文化之美 台中一中 祝福一天台 台下来共客家发 桃圆龙坛十门国中的橄榄球队 参加今年全国橄榄球联赛 在十人制比赛的项目中拿下了全国冠军 为桃圆再添金牌 十门国中发展这橄榄球运动 已经有超过了40年 未来学生可以衔接观音高中就读体育班 继续留在桃圆发光发热 十门国中橄榄球队 在民国70年以社团名义成立 直到105年正式成立体育班 培育更多优秀人才 每一年都缔造傲人成绩 今年也不例外 学生在全国橄榄球联赛 十人制中拿下全国冠军 为桃圆再添一惊 学生透过战术运用 团队合作默契赢得胜利 他们十分重视这份荣耀 战术就是平常练习老师教的战术 然后都互相鼓励队 就是平常练习的时候 就有在培养默契 然后大家场上都表现很好 我位置是这样完整 那时候肩膀有受伤 可是我们还是坚持过去 选手大多来自单亲原住民 以及弱势家庭 在比赛中打出好成绩 才能翻转他们的命运 所以他们也十分专注 每天上午六点成练一小时 下午也从两点到三点五十 进行操练 场地不是在学校操场 就是在使馆局大草坪 过去学生升学管道 需到外县市 现在桃圆的观音高中 也成立体育班 让他们能够无后顾之忧 专心打球 不用再把学生送到台北了 我们自己组成桃圆队 所以国中毕业之后 就可以到观音高中衔接 那观音高中毕业之后呢 我们可以到台北医学大学 台大 石门国中目前共有25位球员 有多位球员需 与其单车上学路程遥远 为了顾虑安全 有两位教练负责接送 所以他们很希望 能够募集交通车 除了能够作为一地 训练交通工具 也可以让球员的上下学之路 更加安全 工作室脚被砸到 老板不肯出场 也没上病假 我要打官司 别人是你 劳动世界法设有专业法题 有专业法官帮你先调解 调解不成才进行诉讼哦 劳动世界法 保障劳资诉讼权益 化解生意更快更easy 之前新闻先带您看到 经典的传统美食四文四炒 这是客家乡亲美风喜庆佳节 必备的美味佳肴 为了让年轻一辈还有社区的伙伴 可以传承家乡独特的美食文化 公馆乡妇女会特别就举办了演习活动 将各项菜色原汁原味呈现给与会来宾 借此发扬客家精神 婆婆妈忙着大锅翻炒香味四溢 为何经典的客家传统料理正式上菜 由公馆乡妇女会主办的110年度客家传统四文四炒 在广南村活动中心热闹展开 各村村长社区发展协会 相公所以及代表会农会等齐聚一堂 欢喜品尝客庄美味佳肴 与会主题西文西兆 特别的客家精神和美食 努力三季头也来了 林理事长还有江常务监事 还有股血油股总裁都到场了 最近的联谊也认为蜜毛 西文西兆特别的客家精神 没有人打枪的来生 这是要把这心得带回去 把老公的胃留在家里 客家族群逢年过节宴客 餐桌上少不了四文四炒 八道菜色不仅是传统习俗 更具有勤俭起家 刻苦耐劳等意涵 随着饮食形态转变 食材元素也隐隐调整 让年轻人不要忘本 妇女会理事长孙淑娥便发起传承活动 我们现在妇女的一些传统都失传了 所以我七年开始就跟县长还有议长协助 来争取一点经费 来做这个传统的传承 再说我们今天也是邀请了社区理事长 还有村长还有各社团 还有我们县妇女费的 还有我自己的李监事 来这边大家来研习 希望说能够把我们客家的市文市场 能够传承下去 与会来宾灌盖云集 除了县长学校场响应 议长中东景也到场制赠佳菜金 肯定社区伙伴努力发扬客家美食 展现传承文化一条心 高雄弥阳中学是一间少年角质学校 校方透过了各类的课程 让学生可以找到学习方向 为了展现艺术矫正的成果 日前在树德科技大学 展出了师生的陶艺作品 由于这两校是只有一墙之隔 藉由艺术领域的连结 也串起了双方的交流与合作 虽然是有很多种想法 但是因为这个右舍是我们学校金老师 他去自己去调配出来的右舍 所以在外面 其实没有办法重复到现在 他现在这样的 向现场来宾解说自己的陶艺作品 曾经因为误入歧途 进到少年角质学校 透过艺术熏陶 因此改变人生 可以去描述自己心里面的想法 跟做法实践出来的时候 然后可以到校外展出 其实这也是对我们矫正学生来说 是一个可以让人家受到肯定的 另外一种舞台 所以我非常感谢学校的资源 还有各位老师很用心的 没有放弃我们矫正学生 给我们一个用一样的方式去学习事情 跟我们把学区方钢的方式 转换成学习的dobby 之后我们就可以学到 真的可以学到一技之上 然后也可以在别的舞台让人家看见 右手在外面 把图往外推 就会有造型 有造型 越来越造型越来越大 好到现在目前为止 我们先暂停给大家看一下 宋建成释述德科技大学 毕业的校友 当年在学时投下人生第一张的履历表 到明阳中学 成为陶艺课的开山始祖 从此将艺术矫正教育 带入明阳中学 不仅有学生因此跟随他成为学徒 也翻转了他们的命运 非常大的帮忙 因为他是一个文化底蕴 让他们慢慢在过程里面慢慢扎根学习 那一个每个步骤都不能马虎 都要稳扎稳打蹲马步 所以学生来那边 我觉得他会慢慢把它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改良 跟修正自己的研习 慢慢从从事不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延伸出去 就由这一次这样的艺术扎根 让更多学生在我的不同领域串联出去之后 学生学到的东西更多 这也是我乐见的这样 明阳中学和素德科技大学只有一墙之隔 但是两边的孩子命运却大不同 期盼透过两校在艺术领域上连结 不但是要展现明阳学生的学习成果 对于素德科大的师生来说 是真正的把大学社会责任在社区中实践 因为当孩子的需要被我们处理的时候 那个才是教育的价值 那我们矫正学校一直都站在这个立场上 老师们都在为这个社会能够尽一份心力 让它更平和 能够更安详 那请各位大家多多支持矫正学校 基于这样子 我们希望把学生 老师们都带出来 让社会大众了解我们在里面做什么 我们学校也在培养在社会工作的这些 像社公司的这一块 那社公司如果能够到监狱 或苗中学这种矫正学校去做体验的话 未来他们在做社会服务的时候 他们应该能够可以更体会更了解 然后更能够激化他们的这个服务的热情 宋建成也将自己的陶艺作品赠送给学校 感谢校方的用心栽培 开幕仪式上也让来宾在陶板上自由创作 为活动增添趣味 由桃源市青年事务局辅导的青年职人 吕玉山 他擅长以金属同工艺来创作手工精工的作品 不仅仅像是手镯戒指还有项链等等的饰品 吕玉山他也喜欢尝试蒸汽旁客风的创作 现在他更投入生教育 要跟学生一起来分享创作的喜悦 76年次的金工职人吕玉山擅长将金属同工艺 以融石雕琢的方式利用金属的延展性创作成手工艺 如他现在正在做的是红铜材质的手环 透过锤打敲击做出独一无二的饰品 吕玉山不是美术科班出身 他是在升大学的时候才燃起了对艺术的渴望 进入艺术大学就读 就读期间接触许多的创作手法 唯独对金工情有独钟 这个材料是我 我觉得可以符合我做些机械结构零件的时候 很容易去做到的一个就是材没材 所以我那时候蛮喜欢这个 不同于一般金工给人细腻精巧的饰品印象 吕玉山喜欢不对称比例的金工创作风格 让他的作品独树一格 他不仅曾到日本香港国际艺术展览会进行展示 还透过不断进修拓展自己的视野 让作品更多变 我喜欢以同的这些演展性 然后去做一些断桥塑形 然后去构成我想要的想象中的那些 机械结构的一些角色的创作 吕玉山除了自身创作也投身于教育 在东海大学受课 同时也获得青年事务局的辅导 担任金工职人讲师 引导新手透过简单工具 制作金属玫瑰花或者戒指项链等作品 而他最喜欢的还是蒸汽庞克风的机关作品 透过组合与拼装 展示他作品的丰富与精致度 让他职人生涯更有成就感 以上就是今天的TNews联播网 我是主播陈湘怡 谢谢您的收看 TNews联播网每晚8点 与您一起来关心最贴近民意的新闻 我们再会 台中高雄专业温暖在地都在TNews联播网 资源循环深深不息 你以为是糖果 咖啡或奶茶 可以提神 其实这些都是毒品 新兴毒品以可爱包装 混入多重毒品 让你降低戒心 小心这些 会嗨 会嗨 好奇仪式 青春仪式 防毒反毒 不碰毒 工作室脚被砸到 老板不肯出场 也没上病假 我要 打官司了 别担心你 劳动事件法设有专业法题 有专业法官帮你先调解 调解不成才进行诉讼喔 劳动事件法保障劳资诉讼权益 化解生意更快更容易 早前听到善意心就怕 现在我们都有机会做法官 2023年国民法官制度要开始 最多案件第一次有六位民間因素 和三个法官一起来心理 人民的观点 人民的感受 重处受重视 做国民法官不是我们的管理 也是我们的职业和义务 国民法官制度 需要我们勇敢坚定来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